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下禮拜是晚三時要上課 然後在教育館那邊 我們邀請的對象是國內有關網路探討的高手 當然他本身是在國家高速中心的基地 所以有相關網路犯罪或相關的問題 可以留下來討論一下 另外我們有幾個預定的活動 有些是剛增加的 5月12號裡參與國是在我們學校演講 那如果這個時間你很想過去的話 因為我會預留幾個位置給各位 但是要事先報名 所以是5月12號上課的時間 自己斟酌看看 那5月20號呢 大學他們反而是一樣要事先報名 那6月10號台北調查局 這些都是一樣的 那原則上呢 麻煩各位在5月1號之前 如果要就跟助教 跟助教講一下 那我這邊會幫忙可以預留一些 各位 那這個是我們 下禮拜7點 在311的那個海報 那明天就跟同學分享 那你們可以找一些朋友們 有幾過來 因為這個是開放的 那也是我們 這學期第一次的那個公開的演講 所以呢 各位可以先去了解現在那個 蔡陽先生 他的一些專長 然後呢 你有哪些相關的一些議題 或問訪 都可以繼續來討論一下 所以我特別 這個我們在那個 我們的耐心組上面 有給各位 我把檢的兩分鐘 給各位看一下 到目前的這個課 我可以告訴各位的是 我已經知道 有多少現場的 你們下次 這是要用的Wi-Fi 參加我們的試驗 而且 你沒有什麼樣的遊戲 用手機用在做什麼呢 我能一清二楚 不信嗎 看看大屏幕 他呢 這個是一個節目 他請問一個觀眾 在大屏幕的一角 用那個 他公共手機公共的Wi-Fi 所以拆掉Wi-Fi之後呢 你只要配合他們 Wi-Fi 你只要配合他的Wi-Fi 他就會把你手機上 身邊統統下 所以 考慮你的超級 iOS 系統的手機用戶 兩百零五位 微軟系統的手機用戶 甚至於你手機在操作什麼東西 他就會把你抓起來 甚至這個電腦 告訴我 你們正在使用的軟體 究竟是什麼 其實我可以告訴大家 我都知道 大家用的手機 是什麼品牌了 是所以不說 是因為不想 在這樣的一個舞台上 為任何一個手機廠商 來做廣告 你一定很好奇 我究竟是如何知道的這一切 其實 不是我知道的 而是 一些躲在黑暗當中的人 他們 看到的 來 請開後門 所以我要提大家 要維持一次討論 以後各位當高階級管 我特要 特定的那個時候 特別留意一下 有一個神秘的小黑屋子 在這個神秘的小黑屋子當中 做了三個神秘的黑面人 他們就是傳說當中的網絡黑客 不過呢 今天他們是我們 用了網絡安全的工廠師來扮演的 又還年輕 待會他們就會給大家來展示 他們究竟通過這樣的一個實驗 看到了各位手機當中的什麼秘密 因為就在我們剛才拍照 發微博 發朋友圈這樣的一個過程當中 這些黑客已經悄悄的斷開了 我們現場的安全Wi-Fi 而把大家的信號 一畫揭悄到了他們自己的黑客Wi-Fi之上 你如果問說 你能不能發現這樣的一個轉換 我告訴你很難 因為黑客把他們自己的Wi-Fi 定了一個跟我們現場的Wi-Fi 一模一樣的名字 所以你完全不知道 這背後發生了什麼 而其實就在這樣的輕輕切斷當中 你手機當中所有的秘密 盡在他們的掌握當中 我先來展示一點出奇的入門版的秘密吧 來 各位看一下大屏幕 你剛才參加自拍了嗎 你現在在大屏幕上看到了自拍的你了嗎 我們看幾張照片 來 如果你坐在現場不妨舉手 我看到啊 坐在這一側 這個角度驚心地選擇了一下 我看到了影影的照片 你剛才自拍的那張也在上面啊 哦 沒修圖 再來一張 如果是你能把自己站起來 一位小夥子 我們來找 您坐在現場的哪一個小夥子 這個我只是舉一半 各位有興趣 我們給各位那個群組上面有趣的部分 那只要提醒大家 其實各位呢 以後很方便的背後 其實科技的進步是一體兩面 我們要看誰用到這個國際 所以這也是跟 下禮拜要演講做個預告 那下禮拜呢 其實有很多的活動 這個是下禮拜 從4月28到30號 那我鼓勵同學 如果可以的話 盡量去參加 因為他是一個國際的展 有4個在一起 都是免費的 在南港 那那一天 最後一天喔 我們是晚上上課 所以下午 如果可以展的規範 就盡量 那如果不行 網路上 稍微補一下資料 會讓各位很驚奇 裡面資料非常多 所以請同學自己利用時間 他有跟一般的資訊長 然後安全的 還有火災的 還有一些器材 他的那個 資安只是一小部分而已 那今年有一個 比較大的 就是有關那個 智慧宅的部分 所以呢 各位可以把智慧宅 從家裡面到校園 到社會 其實都一體實用 所以我們在課堂上 跟各位分享一些想法 其實我要提醒大家 因為以後都是科技的 新科技的力量 所以你要知道說 未來科技可以幫助我們做什麼事情 這是幫助從好另外一方面 那另外一個 你就要去想一想 他可能有些隱憂 所以 下禮拜有這些活動 自己利用時間 那各位現在開始 已經在交期中報告 各位的期中報告 我們希望說 各位好好整理一下 期中報告 我們每年各位鼓勵同學 參加我們 台灣技術科學學會去投稿 他投稿的時間 是在5月15號 是摘要 6月15號 是全文 那其實全文摘要 我們希望會在其中報告 整理好之後 就用全文的格式 就直接交出來 如果有機會 你投稿算了的話 我們這邊會 為外翻各位加恩 因為我們 一年來 各位都去學長街 都有參加這個研討會 這個研討會 只是一個起頭而已 你參加好研討會之後 只要有發表 你就可以申請在國際基金會 有一個 發表問題的獎學金 至少有五千塊 而且有一參與 參與國際的獎賺 那我們每年 每會跑送一些監視人員 到國外去 有四個名額 全程都是公佈 所以呢 我鼓勵同學 如果你對監視科學有興趣 都已經花了時間 做一份報告 可以好好準備一下 那我們一年來 只要是上台發表過的 每年都有生命發表的獎學金 每年都有這種經驗 所以鼓勵同學 好好參與一下 那這個是我 昨天晚上 收到一個同學 自己來進行科學的 應該是學長 是上學去年修我的課 那呢 其實協工信 主要 他是提到說 他發生一個車路案件 然後呢 發生之後呢 因為他之前修過我的課 修過課之後 其實我跟各位提醒 很多事情呢 你可以做事先的預防 你已經知道 誒 要怎麼作為優神 你就不會緊張 所以呢 他這邊呢 大概有提到 對方看他們是學生討欺負 然後就把責任要給他們 當然他也不是省口症 以後我希望說 各位要學一次用 他最後只是說 這東西不是要幫我求救嗎 請我不用緊張 我也沒什麼好緊張的 他主要就是要跟我說 在上課當時我學的東西 雖然 唯不知道 他只是以為不知道 車路案件 但是他覺得說 這個很有用 所以呢 也希望說 我跟同學分享 那我也是跟同學提醒說 其實萬一有什麼事情 在第一時間 我們給各位LINE的清楚 也是幫各位 尋求一個 尋求協助的軟道 那有什麼相關的問題呢 你用LINE清楚說 到時候我們給各位手機 不要擔心 我們都會幫助各位 所以最近呢 看到一個新聞 你們有注意到這個新聞 O型的人 O型血型 會生AB型 我看到這個新聞舉手一下 知道這個新聞嗎 知道O型 本來就可能有AB型的機會 舉手一下 念生科的應該都是大人 那我為什麼會提這個問題 這個呢 就是這種案子已經 這個不是第一個案子 因為類似案子在之前 我就已經有提過了 雙B 都是B型的 父母親 可不可以得生出O型的相關 其實這在我的領域 有一叫 形式血清血 重不重要 它能重要 它基本上就是一個 心理科學的一個 簡單的問題而已 但是會不會造成怨慾 有機會 這是在2008年 多久以前 一個新聞 就是有一個酸B的父母親 然後他生出一個O型的小孩子 那父親就認為說 他老婆可能跟外面的女生 才會生出一個O型小孩 所以天天擋他老婆 他了30年 然後呢 後來 DNA建立之後才確定 就是他 是他兒子 那重點就是 他呢 本身如果你學過像這種 配型裡面 其實有孟邁型 那孟邁型裡面呢 他就有可能是 像這個OB 像類似這種情形 他可能生出來的小孩 跟我們傳統看出來的血型 會不太一樣 所以各位對 血激型態群有一個初步的了解 就不會這種事情 所以之前我只有Line上面就收到這個 你看 爸爸這麼帥 媽媽這麼漂亮 三個小孩子長這個樣子 都會認為 是他老婆跟外面有什麼問題 對不對 結果做出來呢 DNA 真的是他的 問題在哪裡 注意到了嗎 因為後來他老婆承認 他整型過 那你就知道他整型之前可能是 站什麼樣子 知道我講的意思嗎 所以呢 老婆曾經婚前整型 從容過 所以他老公去告他詐欺 因為他以為他是美麗人 後來考官就胖陪 所以呢 其實類似這個 DNA幫我們做很多的事情 這只是一個小小的意思而已 所以其實我們在課展上 要跟各位分享 我們這輪課呢 有兩個重點 聖塔科技 聖塔科技第一個 我們希望說 我們會用科技來協助方案 用科學方案的精神 善用科技 然後呢 可以來發現真相 抓到真相 這是一個 另外一個呢 那我們希望說 以用科技來經驗一些安全 因為也有很多 所謂冤淑 就是因為以前的技術不法 和科技 decolon經� del 造成所謂冤淑 所以呢 等一下我會跟各位分享一下 在早起呢 有很多不法的征訊 造成所謂冤淑 那後來呢 可能因為見識錯誤 造成所謂淑淑 所以呢 各位在網路上呢 你可以 보고 有很多那種冤淑的影片 其實我之前就給各位看過這個 建設真科技的新資 如果各位有興趣 你上了這幾個網站 這裡網上去之後 你可以看到有免費的建設課程 那這些建設課程裡面 因為都是free 而且都是線上的標準課程 可以進去裡面學一些新的東西 另外這個是一個雜誌 然後這個雜誌 都是介紹一些新的建設科技 所以我會鼓勵同學 我們在做一些報告的時候 如果沒有什麼新的想法 你可以在上面找一些資料 那當然有一些 我們目前比較認識的 數位證據的部分 也就是我們一直在跟各位強調 以後都會虛擬犯罪 網路犯罪 那裡面就會談到一些數位證據 所以之前跟各位介紹的 這一個 All-Bound Principles的網頁 這個網站你一點進去之後 你就會發現 所以這網站對於 建設科學相關的歷史 然後呢 它分了36領域裡面 各種領域 你就會進去裡面找 找到適合自己的 Fail Run的領域 然後你在裡面去看一下 有什麼好玩的東西 所以呢 我在裡面有幫各位介紹一下 你一進去那個畫面 就會發現它左邊這邊 有很多分類 然後呢 有很多人 老師問我一個問題 老師以後我想要念建設科學 國外什麼地方也有 這邊都會藏到 所以這些資訊呢 裡面會發現 那裡面有一個比較好玩的 各位可能沒有想像到的 動畫 這是一個新的領域 那你會想說 動畫跟建設科學有什麼關係 其實它已經悄悄的形成一個學問了 在台灣你從來沒聽過 也不會有人試過給各位 但是呢 就是因為沒有人用 對各位來說 如果你對畫面 或對動畫有興趣 這就是一個新的領域 所以呢 如果你們上了網頁 你就會看得到 它呢 有一個簡單的介紹 這個就在介紹 形式動畫 這麼新的東西有什麼去用呢 我們就用來做現場作建 不管是動大的災難 動大的天使自然之間 然後呢 它要去做模擬 我們看到 它就用動畫來更貼切地去展示 整個案發的作證 那當然這些公安意外 包括之前 高雄的氣候 或者是一些遺症 或者是一些大改善 或者是一些大改善 或者是一些這些感覺 就是 你都可以用這種動畫來展現你 整個過程 所以 它不僅又在建設 而且 它其實 運動畫面非常狀況 所以 只是說 它在我們領域裡面 已經有在用 它又到我們 建設的地方 那 這個東西 有什麼用的 其實呢 我們現在 呃 看完一個案件 我們會有一個 判查報告室 對不對 判查報告室 過期間 我們自己的記載 從這記載 你在看的過程裡面 你會發現 那個 每一個人 看到同樣的 一個問題 他的想法 可能不太一樣 但是 如果我們把它 畫成 類似一個動畫 你可能所學 你看到的東西 就是一樣的 所以呢 每一次我們在寫 判查報告 做一個現場重建 包括同學再來 你們會 給各位 去做一個 犯罪現場模擬 然後可能會寫 一個判查報告 你寫了之後呢 你就會發現 不同的人 對同樣一份判查報告 那個感覺不太一樣 就好像各位在看 五條小說 每個人看完之後 你心目中的那個樣子 或是那個形態 什麼都太一樣的 不同 同樣一本小說 不同人看完之後 可能你的影像是不一樣的 但是呢 我們在審判案件的過程 你總不希望說 法官 不同的法官 看了你這份報告 他產生的那種影像是不一樣的 那就會麻煩 所以呢 在國外他們針對一些案件 他們會把它做成動畫 做成動畫就是 你確保你所講的東西 不同的人看的是相容的結果 所以呢 他就把犯罪現場的劇本 變成一個動畫 所以各位可以來看一下 在實務上怎麼運用 然後有哪些一些運用上的 比如說 我們再說彈道 彈道很簡單 各位都知道 開槍之後 兩點乘一條直線 這兩個點 就拉一條直線 但是 子彈 它是直線還是 拋物線 子彈怎麼飛 它最後一定要掉下來 因為 T70也有關係 所以呢 它到最後 會變成一個拋物線 只是呢 我們在 有 有線的距離 把它刺繃直線 現在在做重建 都馬上做直線來看 但是它事實上 是一個拋物線 所以有打過馬的同學 如果你是用長槍 差不多300公尺的那種 有打過300公尺的舉手一下 男同學 或者你們高中還有在打馬嗎 長槍 100 200 300公尺 尤其300公尺 你要瞄什麼地方 教官們教官 你要瞄哪 你才擋得到 要瞄上面一點點 為什麼 因為它是算它那個拋物線 所以你要瞄上面 然後打到直線 所以你就可以發現說 其實我們在做彈道重建 就是一個方法 所以在國外呢 寬美金把這種3D動畫 做成一個犯罪性能重建 等一下你就可以看到 這是一個槍擊案 警察跟歹徒 那個發生槍戰 那這個槍戰的過程 各位用想像的 你怎麼去描述這個過程 讓法官能夠有一個共謀的影像 如果呢你只是用寫 啊 那個遇到歹徒 攔檢他不停 然後我就開槍 然後歹徒就跑掉 我就變成我被開槍 你講了半天 那歹徒總知道你在哪裡怎麼開槍 那個法官絕對聽不懂 那你再來就要輸照片 輸照片呢 又講的不清楚 所以最簡單的方法就是這個 各位可以看一下 看人家做出來的請見 警察攔檢 然後呢 他就要開槍了 誰先開槍 來徒先開槍 所以警察就開槍 最後跟他追擊 所以你就會發現 他是 因為來徒先開槍 然後跟警察人槍戰 那最後呢 警察打到他之後 他跑開了 然後 最後車子轉到跟先開 這個整個過程 各位想像一下 你要怎麼用文字去描述 讓法官夠很清楚知道 這個過程 是不是寫了一大堆 寫了一大堆之後 如果你文筆用得太好 人家看了之後 會不會 到底是什麼狀況 會搞不清楚 然後呢 每個人想法又不太一樣 所以呢 你就會發現 其實在國外 他們已經用這種方法 做成一個動畫影片 那法官一看 就知道 原來這個就是過程 有沒有更明確 或是展現那個 整個案發的過程 所以呢 這個是要提醒大家 我們以後 在法臉上 慢慢就會看到這個 在國外已經有了 國內有沒有 國內目前還沒有類似這種 各位可以去看喔 目前只有一個案件 曾經做過 就是書建的案 三越博士到 三越博士到 做重建 那時候我們有做 所謂的3D動畫 我們簡單一段 3D動畫 這個有機會的話 我們再多給各位來看一下 那當然 除了這個之外呢 可以看一下喔 我們之前 也是為了要去 推廣見識科學教育 所以我們找了一些 做動畫的人喔 然後幫我們畫 畫什麼 ZMK ZMK就是 甘乃尼強吉亞的畫 那你要做動畫的時候 第一個 你一定要做一些 人形 人的模型 3D模型 所以你要把主角 做個模型出來 甘乃尼 剛才你從頭被槍殺的過程 所以他把他做成一個 3D的動畫 然後面孔 然後他會很動 他可以動來動去 這個3D在鼓勵的時候 是可以這樣做的 另外一個主角是 德州的桌長 可是剛才你被槍殺 德州的桌長 就出來看書面 這是桌長的桌子 那他就是一個人的一些量太 那理蔡國士那時候是 很擔任這個案件的那個 所席的 監視的人 所以呢 他們那時候也開場報告 所以等一下呢 各位可以了解一下 我們在做所謂現場重建的時候 怎麼把這影像整理起來 然後 讓大家對於這個案件 更是多了解 他把那個坐車 因為測試也是這樣子的 現場重建 我們要回到犯罪現場 那個犯罪現場 在德州達勒斯 達勒斯 那邊有一個圖書館很有名 這是用公內盒去開 然後呢 我會把那個地形 地物 用重建號把它建起來 所以這是案發時候 一些建築 然後一些 等一下會有些人員 這些都是人 夾到歡迎的一些人 然後他們坐車行性的無限 你就會發現 我們由這個來看 這就很清晰了 那時候他怎麼走 然後怎麼沒開箱的 所以那時候在這邊 有一個槍手在這裡 這地方現在已經變成服務館 這邊呢 就有一個槍手 他開了在這邊 拿殘槍 然後就射行 所以這個案子 在報告裡面說 因為槍手 還在上槍 上發子彈 但是這些都受到指引 因為開箱的速度 會不會那麼快 這一槍打到哪裡 你可以看 就是半道重建 他只能這樣過來 打到一個人 所以有一個人 在旁邊看到 那種 可以搶別人搶 第二槍 打過來的時候 打到他 然後他的範圍 然後在路間 但是呢 剩下一槍 這一槍叫做 Magic Ruby 所以各位有興趣的人 上網出路口一下 就是 Magic Ruby在下山口 他就是為了一顆子彈 可以造成西的山口 那 為什麼會造成西的山口 那為什麼會造成西的山口 他有一些 那個 行徑的路線 他發現打進去之後 然後轉彎 打到他的 重塔再轉彎 打到他 就是另外一個物件 所以他想說 這個子彈 可不可以轉彎 而且轉兩次的彎 所以在他們 兩個人身上造了 七個彈 山口 所以呢 這個到目前為止 都還在置疑 到底是兩個子彈 打過來 還是一個子彈 打過來 已經發生到現在 差不多五十年 所以我們有時候 我們在談JFN 各位有興趣可以參考一下 有一個電影叫做 誰殺了肝癌 可不可以聽過 聽過 誰殺了肝癌 那個總共有三個多小時 非常的驚慘 所以各位 集中跑完之後 如果閒了沒事 歡迎各位各位去參考一下 那裡面的考量 會到兩個重點 一個 到底是一顆子彈 打到兩個人 還是兩顆子彈 都沒打到兩個人 但是因為那時候 在現場有一顆 有找到一個彈筒 各位用現在的方法 怎麼去鑑定 是不是這顆子彈 打到兩個人 還是這顆子彈 就打到一個人 現在的方法 我們呢 只要做DNA鑑定 都知道 對不對 你只要把那個彈筒拿來做DNA 看看上面是不是有JFK的DNA 還有 德州收藏的DNA 就解決到這個問題 所以呢 他們後來一想到 就把那個彈筒拿出來 因為那個案子已經解禁了 五十年 他們每個文件都解禁 他們就把那個彈筒拿出來做DNA 發現上面有很多人的DNA 但是就沒有兩位總統跟周董的DNA 不是知道的原因嗎 因為在早期 彈筒是做什麼鑑定用的 風具環境禮推 他要去做槍枝的彈筒的彈筒 也就是說 他們呢 早期拿到那個彈筒的時候 就做一件事情 把它拿來洗刷刷 洗乾淨 為什麼要洗乾淨 因為他們要做 那個 風具環即六六六線的彈筒 所以他必須把彈筒先清洗乾淨 所以 上面本來有些血跡組織 就不見了 洗過了 那洗過之後 鑑識的人拿來在彈筒的時候 有沒有戴手套 可能沒有 或者是在拿的時候 就沒有戴手套 所以後面 彈筒上面沾了很多DNA 都是鑑識人員 或是其他人的DNA 所以呢 我們從這個案子 就會發現 哇 很多的案件 是因為 不知道說 當初 那個激陣 他可以做DNA鑑定 所以沒有辦法訪問 所以ZFK呢 各位有興趣的話 他有很多的影片 這個在Discovery 曾經介紹過 這個是針對 ZFK當初 他的故產的過程 然後呢 那時候很多人 都在 1230pm 都在對這個鏡頭 都在對這個鏡頭 好 所以呢 有一個攝影師 他一夜自復 為什麼 因為只有他拍到 剛才你被槍殺的過程 然後全世界都跟他媽趕過 他就一夜自復 後來就被你追到裡面 等一下你可以看到 不同的人的影片 他拍了不同的段落 然後呢 在關鍵的那一槍 那是另外一個人拍到的 所以等一下你可以看到 他被槍子到的時候 其實他腦袋已經被裂翻了 這個到現在都還是四季懸難 因為 真正的過程 或者是修送 或者整個 有很多的地方 到現在已經五十年了 還沒有人 真正的決定 所以這是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 這個攝影的過程 我開到的時候 剩下一半的 駝面掉了 所以在Discovery那邊 你只要看那些 各位的槍頸 裡面 非常多的一些細訊 而且有各種不同的 所以各位呢 有時候 我們可以用現在的角度去看 再看這個案件 再看這個案件 然後呢 你就要去思考 我們現在的技術有多可能 把這個案子解決掉 如果你有辦法解決 跟像是那個 ABI那個懸難一樣 把這個案子 如果透了掉的話 跟各位講 歷史一定會流明 所以呢 有很多是非常厲害的 像是我們跟各位介紹過 3D槍 記得嗎 在網路上呢 有很多人 之前 3D槍 3D刺激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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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設計在發展的時候就要特別注意一下 科技它好的 以免費到很多方便裡面 但是另外一個木有機制的它來做另外一種 就會發現它呢 做起來 美國組織還已經被了兩支近乎全交際版本出來 做它的測試看下延遇了 預計年底臨產營會變制 組織等跟美國政府發派 看看可不可以立法造商 所以其實後來他們真的已經做出了一些麻布大法 像各位知道這件事嗎 然後很多人就下載 後來FBI就禁止這個不能下載 那不能下載之前其實也都已經下載了 而且他們已經把它都可以組裝 而且試過可以用的 所以呢最恐怖的就是記者 他帶了這種3D Brand 運出來的槍通過案件 因為這個是檢查不到 都是塑膠嘛 你怎麼會檢查得到呢 而且都是林建築 所以呢這個是以後 各位可想而知另外一個災難的開始 那像類似這些資料呢 各位可以看一下 兩院次的圖案件 而且希望你會選擇 國際媒體統統跑來 所以下次你有看到同學拆這個東西 要知道那是什麼東西嗎 然後趕快跟我們講 比如說,你會有把槍刀的槍 你會有把槍刀的槍刀 這些全部都是製造的 然後你會有把槍刀的槍刀 這就是整個硬碟的部分 美國社會目前為了槍枝管支的一體 巧克力不可開槍 威爾斯卻稱他們這麼做是為了宣揚自由的理念 但輕鬆雕槍容易走過金屬探測器 很好製造,卻不容易查到 美國國會議員呼籲要制定更嚴格的槍刀法令 所以其實每次我都要跟各位提醒 我們希望更多 又算是正義之士站在我們這一邊 有時候科技在發展的過程裡面 如果大家都沒有去考慮到他背後這些問題 有時候問題會更大 所以最近在美國那邊就出現了一些狀況 因為見識的結果 所以美國司法官承認有14個人冤死 為什麼冤死呢? 因為有一個鑑定 這種鑑定很特殊的叫做毛髮鑑定 各位可以把新聞在蘋果的日報裡面有 然後你從裡面抄理解過去 你可以找他的源頭 你要從源頭來調查 在源頭裡面其實這個案子 他是4月18號 在美國的新聞裡面很大篇的報導 那在報導這個之前 這個是今年的4月18號 即使他早在2012年 三年前的時候 同樣這個記者就一直在追 所以各位如果有興趣 你上一下那個 美國的新聞跟我們不太一樣 他呢 在報導裡面有些關鍵字 從關鍵字一點進去 就找到更多的資訊 所以你從這個報導裡面就會發現 其實在剛開始他的報導裡面 同樣這個作者 這個記者他非常有心 他就去調查說 哇有三千件的那個物證是有問題的 他要求美國聯邦調查 要重新去遇過 調查知道他剛開始不理他 但是因為太多的一些案子 他們都質疑 所以後來他們就發現 他們在模仿鑑定的這一關 出了很大的疑問 所以各位如果有機會 你看一下 在Innocent Project 美國有一個 招雪專案 他的網站上面就有特別提到 有很多的案件 他有96%的錯誤 很多地方都有問題 所以你到那個網站裡面 就會發現 他在做DNA指紋 以及各種鑑定裡面 這個指的是毛髮跟頭髮的鑑定 所以類似這些 他發現這些技術上有很大的問題 所以我們的老祖宗 他老小子跟我們說過 我們有一本書叫做喜淵路 喜淵路裡面其實他提到 事情最大就是人命關鍵 所以最大的就是人命 那罪行最大就是判死刑 所以以前要不要判死刑呢 要不要定驗 就靠你的死刪檢驗 死刪檢驗就是現在的見識科學 要判鑑定的結果 所以如果你見驗錯誤 死者的冤屈 還沒有還他冤屈 生者又造成另外一個生者的冤屈 這樣因為一面的殺兩天真是署命 所以他裡面就在提到說 如果你因為針放案件造成冤屈的話 後果會變嚴重 所以我在談建制科學裡面 除了發現真相之外 另外一個重點就是要避免冤屈 所以我們先來看看冤屈 之前跟各位介紹過 五個招學專案是在美國那一邊 現在全世界都有 你只要打這個 Innocent Project 你可以找到世界各國通通都有 那這個代表什麼 代表說這個國家對於冤屈他們處理的情形 然後有多少案件被判定為冤屈 那不是說案件越多 表示那個國家就越有問題 相對剛好顛倒 如果這個國家沒有冤屈 那這個國家一定有問題 為什麼 哪一個國家的冤屈最多 會承認有冤屈 就表示說他想要進入 所以他以前判錯了 他把他就算回來 所以在美國那一邊 他們目前有差不多 到目前有三百多個案子 確定冤屈而且不平凡 平均呢 被關了差不多近二十年 所以很多人目前都被判出來 那最近又是因為毛髮件沒有關係 他們發現更多一些冤屈 我們就看看他沒有什麼辦法來做呢 DNA DNA是目前所有精神科學裡面公認的準確率最高 所謂公認準確率最高 是因為現在生物科技進步的結果 但是呢 你會發現很多的孕育就是因為DNA鑑定錯誤 為什麼會有自相矛盾 你不是說DNA很好用嗎 那怎麼會因為DNA鑑定錯誤造成的原因 在早期發展的時候 DNA在早期 要多大的生物檢驗才能夠做DNA 以前要一個 要一個硬幣那麼大 就是血跡要一個硬幣那麼大 才能夠 除了你的DNA 可以來做DNA鑑定 再早期 那現在呢 只要一個細胞 你可以用PCI的方法 去複製 複製可能上百萬倍 所以呢 現在因為科技的進步 他已經讓DNA技術變得很好 所以DNA扮演一個角色就是 把真正的兇手抓進去裡面關 然後把以前被冤枉的人把它放出來 所以呢 他的這個門是議題兩面 他把壞人抓進去 把好人放出來 所以在日本有一個很有名的案子 各位可以上網去搜尋一下 參照竹壁事件 這個案子呢 就是有一個小女孩呢 失蹤了 不然他發現有一具屍體 小女孩的屍體被發現 然後他們去調查 就發現 有一個叫做 姊佳麗 他因為擺罪殺人罪 然後就被逮捕 為什麼 因為他說DNA是一樣 因為在早期 DNA被引進日本之後 就算完全沒有相關的人 他呢有 差不多千分之一點的 幾率 跟留下來證據相互 各位可能對這個沒有什麼概念 那個B型血跡的舉手 B型血跡 你們呢就是潛在的犯罪人 為什麼 我在犯罪現場找到電機血 在犯罪現場找到嫌犯的血跡 就是B型的 那關我什麼事 因為你是B型 知道我講的意思嗎 所以當然B型的因為那個機率太高了 差不多30% 所以 同樣的 日本有多少人 你不會知道 算 2億 或者1億都一樣 那有多少 有多少的人 是跟他同個行李 知道我的意思嗎 所以就是因為這樣 他就被線扯進去了 然後呢 有了DNA 後來幫他無情途徑確定 就這麼簡單 那這個人 他為什麼跟這個案子有關 因為他是單司機 他可能載過小朋友 然後呢 就被懷疑 他又從他行為其實認為 就是你 尤其那時候又做出DNA新聞 跟他一樣 他有多少人就被抓去關 所以被關了很久 那個編發律師就說 他要求做重驗DNA申請 但是呢 各位要知道 你在國內 在國外更是如此 國外他有很多 就是提出申請但是不能做 你會發現這種案子其實很多 他後來呢 一直提出來2000年 然後到了08年的時候 已經被關了17年之後 最高法院再重新做DNA鑑定 鑑定結果 才認為說 相輔的太少 不可能是同一個 所以呢 他才認為不是他 那不是他之後 2010年宣判 然後呢 宣判的時候 他這邊就說 就跟他講說 他剝奪一家17年頒的治癒 因為呢 他是健庭錯誤 所以這個案子呢 那時候上了國際內 那個日本的 這個 前面被關了18件 在日本非常容易 所以呢 他出獄的時候 他講了一句話 他絕對不會原諒 他當初讓他入獄的監禁人 他恨死他們 孟明其他就會抓去判的事情 所以 後來出了一本書 這本書裡面呢 寫了很多 那個 讓你覺得很孟明其他事情 所以呢 有時候在鑑定的過程裡面 我們要去了解 為什麼會有這種事情發生 所以 類似案子在美國 更多 有一個黑人 他被關了27年 冤獄 也是靠DNA 幫他平凡 那 在英國 關最久的 尖殺一個免夫生 後來因為DNA 幫他平凡 所以你會發現呢 他當初是什麼東西 幫他進去的 當初就是因為 現場才到的 經濟的檢體 的檢體出來 經濟檢體確定出來是什麼東西 各位知道嗎 他只能做出你的 在早期是那個樣子 但是很少人知道這件事情 所以在美國 你看 寒冤35年 被關了35年之後 還能活得出來 真的是不容易 最久的 這個是 我找到最久 86年前 判腳前的案例 所以86年前 他是用什麼來鑑定的 當初也是因為 毛髮鑑定的關係 就是毛髮鑑定 他的 他的祖宗 他的祖先 被判僥刑 是因為 有一個女孩子被先殺 然後在現場找到了毛髮 那後來呢 他們去鑑定 證明說 這個毛髮鑑定 毛髮確定說 這個不是死者的毛髮 來幫他平凡 所以你會發現 其實毛髮鑑定 像這個是1998年的時候 就去確定 毛髮鑑定有很多問題 但是我們還沿用了很久 尤其NVI 它是到今年之後 才被通行檢討 然後NVI的毛髮鑑定 現在還不太反彈出來用 所以呢 越獄會什麼造成 產生 在世界會國 有不同的一個原因 中國大陸呢 他們發生的 有一個重大的原因 就是死者歸來 他們有很多案件 因為呢 中國大陸 你想一想 他們會承認說 鑑定錯誤 或者是司法錯誤嗎 可能性不高 所以你要怎麼去說 他是冤獄 那個冤獄一定要很特殊 有一個呢 叫做趙作涵 他失蹤了 然後呢 警官就找到一個無名的屍體 然後家族說 這個就是趙作涵 然後他們就去調查 後來發現 這個死者呢 在生前 跟人家打架 看到 那打架之後 他就失蹤 然後就跨掉了 所以呢 有一個叫趙作涵 就是當初跟他打架的人 就被遭到疑案 然後呢 就被抓去關 後來呢 他就被判死刑 然後緩刑 兩年執刑 那 這個案子本來這樣就結束了 反正他就繼續關 關到死 隔了10年 將近10年之後 2011年 這個叫趙作涵 那個 被殺死的這個趙生涵 左手回來了 為什麼他回來 因為當初跟人家打架 被砍傷之後 他就跑掉了 那因為中國大陸很大 他就隱性脈 跑到北的省份去 去流浪很久 那後來他生病了 他想說 那個要落葉未根 所以就回到家鄉 回來之後才發現呢 他有一個 就是他那個村民 那個趙作涵 因為他的案件 被抓去關 因為這個是一個殺人案件 那死者都已經回來 回來了 請不下有沒有這個案子發生 沒有 是一個烏龍案 所以他才被判出來 所以呢 他還徹底毀滅 他們才知道說 原來趙作涵是無罪的 因為沒有這個案件發生 所以各位就思考一個問題 那當初那個男司 有無名的男司 那到底是誰 知道我講這意思嗎 所以呢 又有另外一個案子 是一個公平的案件 那這種案子還蠻特殊的 中國大陸有另外一件 有沒有 舍香蓮殺其案 這個案子是什麼回事呢 很像 舍香蓮他的老婆呢 在94年的時候 失蹤了 不見了 然後呢 警方發現一具女司 然後呢 他老婆的家屬就來認識 欸 這就是他女兒 所以呢 就懷疑舍香蓮殺了他老婆 因為去問 有家暴事件啊 進來打架啊 然後無疾不合 所以 涉嫌重大 後來他被捕了 然後就被判刑 殺害他老婆 關了判15年 結果他老婆呢 2005年的時候 也回來了 一樣十年之後 回來 他可能處得不好 他就離家出走 然後就 免進來 十年之後 回來 才發現他老公被抓去捕了 所以 後來他也是無罪釋法 他所做的約律 也是關了11年 結果問 如果說 太扯了 那問題又來了 那個女明師到底是誰 知道誰的意思嗎 所以同學如果你們有興趣 網路上去Google一下 無名屍體資料簿 一年台灣有幾支 運物屍體 所以知道什麼 差不多一百到兩百句首二 一百到兩百句首二 什麼意思 無名屍體的背後是什麼 各位知道嗎 可能是一個命案 可能 沒有人管的命案 因為你連死者是誰 你都不知道 你知道我講的意思嗎 那為什麼會有 無名屍體的出現 你想一想 無名屍體 你怎麼知道這個死者是誰 各位想像一下 你會發現一具屍體 這個人是誰 你怎麼去判斷他 我們上課的時候 都不會介紹過很多 人給見識的方法 都要學一直用 這個人真實的身份 怎麼去確認 最簡單 你就看他身上有沒有什麼證件 三三女士的身份證 這個人是三三或女士 那萬一沒有身份證呢 你要看什麼 看展相 對不對 有沒有看過死人 死人跟活人會不會差很多 差很多我會騙你 我上去處理交代理學生 罪了 死掉 自殺的案件 然後我們去看 叫他室友來認 室友不認識他 認不出來 人死的之後跟活的 還是有差距的 尤其你如果沒那麼熟的話 那你要怎麼去確認他的身份 很簡單 指紋 中生補電 對不對 DNA 中生補電 所以當你臉孔會變形的時候 你還有其他指紋跟DNA 問題又回來了 我們有沒有指紋資料庫 我們有沒有DNA資料庫 通通都沒有 當然呢 有時候是one by one 今天呢 如果有人 失蹤 一般人都不知道 你去報失蹤人口的時候 有家人 走失的 不見了 你去報失蹤人口 你跟檢官留什麼資料 知道嗎 如果你要把人找回來 但是不想把人找回來 那是想把這回事 不想把人找回來 留資料 那就隨便留 如果你真的想把他找回來 你要留什麼資料 你要留他的指紋 留他的DNA 為什麼 因為呢 你可能五年四年後才找到這個人 那你怎麼知道這個人五年後 尤其是小朋友 五年之後你怎麼知道他長什麼樣子 知道我的意思嗎 你一定不認得 那怎麼確認說他是五年後的他 每次呢我看到那個 那個 尋找小朋友的海報 那個十年後 預測他十年後長什麼樣子 二十年後長什麼樣子 有沒有看過那一種魔女的 那個畫像 真的是那樣嗎 你敢保證嗎 不可能 所以最簡單就是 留子儒跟DNA 所以如果有失蹤人口 你現在你怎麼去取了 當事人的DNA 哪裡有 小朋友 有沒有玩過的玩具 有些玩具拿來吃 上面有口水 有沒有 或者他的牙刷 他用過的東西 上面就有他的皮靴DNA 那他摸過的東西 用過的紙衫 上面有他的指紋 這個基礎也很重要 但是一般的民眾都不知道 提供這個東西 可不可以來說是限定 所以之前呢 我們其實也在想說 如果有所謂的指紋資料庫 台灣只要建立指紋資料庫 就不會有台灣的無名屍體 的出現 知道的意思嗎 因為有無名屍體 表示他不是台灣人 就這麼簡單 因為只要台灣人 他們多的指紋資料庫 就會出來 所以這馬上解決掉 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但是很可惜 我們的指紋資料庫 都沒有建立 因為 有很多的原因 所以之前呢 有很多的一些案件 我要提醒大家 當初 他就說 他為什麼會承認 他們也沒有殺人 怎麼會承認呢 因為他被刑囚 所以那是 大家 動手皆知的一些事情 所以在國外呢 他們就做一個調查 他調查什麼東西呢 他去調查說 什麼情況之下 會造成所謂的冤獄 所以他對全美國 250件 因為DNA鑑定的結果 然後審判錯誤 做系統的分析 然後就發現說 除了判決書之外 有五種 形成冤獄的可能性 來介紹一下 哪五種呢 第一個 初誤的指紋 可能是你被 星球逼供 所以你講也不該講的話 證人的錯誤指認 所以等一下 我會跟各位講 我們的證人 真的有問題 那個 免見為生 這句話真的有問題 因為很多人都會看錯 所以等一下會給各位做個實驗 看看各位指證的效果怎麼樣 當然呢 我們要跟各位分享 有一些 最近會見識科學的事物 見識科學 科學的實驗 本身沒有錯 但是是解釋的人 或者運動的人 中錯誤 當然有一些 就是因為現場的問題 或者是找錯的律師 找到烏龍律師 他可能搞不清楚狀況 你就要找大門了 所以在國外呢 這是4月4號 有一個case 這位老兄兒 關了30年 然後平板出一 那他平板出一 為什麼呢 這我在內 上面也跟各位講過 他呢 當初就是以摩殺罪起訴 為什麼 因為有一個人被開槍大使 然後呢 他發現呢 在現場找到的子彈 跟這位嫌犯被冤犯的人 他的槍是相比的 所以他就被判摩殺罪起訴 所以呢 這是因為彈道裡對的結果 然後 鑑定出來說 這個子彈就是你的槍打出來的 所以你就是兇手 但是呢 他忘了一點 其實 這個案子 第三個案件發生的時候 他有個災難證明 但是檢察官一樣 拔起訴 因為他認為說 這個 可能會有一些狀況 因為他相信科學證據 所以呢 這個案子後來 原因在哪裡 因為呢 他找到一個 私人的專家證明 尤其他找到一個烏龍的店鋪 那個律師的烏龍 就是 因為當年呢 他本身因為沒有什麼錢 可以去付剛高爾的鑑定費用 所以他的律師就隨便幫他找一個 兩關的那個見識人員 那兩關的見識人員 他的 background 呢 他是念塗墨工程的 然後人家搬亂做單道比對 最重要的是呢 他本身只有一隻眼睛 然後 然後 那時候 檢察官來問他 你的視力有沒有問題 他說有有是問題 你有幾隻眼睛 你幾隻眼睛 結果他鑑定錯誤 那 當年呢 被護律師不知道 阿拉巴馬周 可以 合銷那個專家證明的費用 所以本來就可以合銷 但是那律師因為不知道 所以能幫他申請 更不可能幫他申請 好 但是 但是 律師呢 因為沒有辦法幫他申請 足夠專業的見識人員 就算了 他本身 因為不失任的行為 是他辦書的關鍵 後來 檢察官又找了三個見識專家 來鑑定 發現這個子彈 沒辦法鑑定出事 那個 手槍的彈道 就是 這個子彈跟手槍是沒關係的 是後來新鑑定的節目 所以你就會發現說 這個案子呢 很特殊 隔了30年之後 他才做彈道比對 在比對確認的時候 他才發現說 哇 當年見證錯誤 你們的想法一定很看準 說啊 那很簡單嘛 既然認為有錯 我們重新調查 重新建議 然後重新建議 不就沒事了嗎 各位講 在國外就有這種事情 在國內這個問題很大 你要找誰幫你調查 找誰幫你鑑定 很多沒有 所以他就發現說 這是一個系統的問題 檢方在很早就應該做彈道重建 或者是彈道鑑定 包括很多DNA或其他的鑑定 都是相同的 所以呢 他這邊也有提到說 因為錯誤的見識 造成了一些淹慾 所以要怎麼樣去避免這個 很簡單 其實健身科學如果越多人了解 就會發現這個問題就會越想 因為很少的了解 這個問題就很大 所以呢 有時候我都會問同學一個簡單的問題 我今天在這邊上課 結果發現下課的時候 我去上個廁所 我突然 夢不可不見了 錢包不見了 誰是涉嫌人 你們都是涉嫌人 對不對 因為你們都在場了 東西不見了 當然懷疑各位 合理的懷疑 我那時候就會要求 同學為了親民 證明各位的清白 請同學配合測完 你有兩個選項 第一個 因為沒有做就沒有做 又沒有心虛 配合測完 應該是各位的義務 另外一個 打死都不願意配合 二選一 打死都不願配合 先舉手一下 這幾位 真的是打死不願配合 你們有沒有做誰心虛啊 你有你怕什麼 知道我講個意思嗎 尤其呢 你們就舉手了 那就是你們 就是你們這幾位 我就調查你們幾位就好 因為你們做誰心虛 你們有讓自己覺得說 那我們該要配合 要配合 舉手一下 你覺得沒有錯就沒有錯 要配合舉手一下 其他人呢 你在等什麼 為什麼你要配合呢 你覺得你為什麼要配合 因為老師會加分 你覺得你為什麼要配合 所以我來參考一下 沒錯 最後沒錯 幹嘛 心虛呢 你會配合只有一個原因 你相信策划嗎 民主實在用表決 你覺得 你覺得策划 你相不相信 你會相信的舉手 策划的結果 只有兩個 相信跟不相信 不相信的舉手 相信的舉手 這麼長 你們為什麼不相信 還舉那麼快 不相信原因在哪裡 因為就 他有些電影過想說 他會訓練一些 就是間諜說 看控制比較 情緒 但是你們有錯過這種訓練舉手 在場有錯過這種訓練 知道可以怎麼避免測完舉手 沒有啊 沒有這個問題啊 但是針對特殊人 特殊案子 可能會有特殊的結果 但是我說的是 normal形形 知道的意思嗎 就是針對各位 的這個現況 我來做測完 你覺得怎麼樣 你會不會 你相不相信測完的結果 這樣如果是同學 就是你們 你覺得我做完 知道你相不相信 你各位 你會相信的舉手一下 這樣會相信的舉手 你這樣還是不相信的舉手 這麼沒有 這麼不行啊 為什麼不相信 因為很多人是 身體反應的話 跟情侶 還有一些 關係局都很不確 誰跟你說的 因為我練習 哇你練生科 好好給他 遇到高手了 其實呢 有要跟各位自己寫 很多人都不知道 我之前 一談科我就跟各位介紹 什麼叫科學證據 做科學呢 就是能夠反覆 重現相同的結果 才叫做科學 你們小時候 在做實驗 老師建議說 我們現在做實驗 用什麼東西 加什麼東西 經過什麼條件 就會得到什麼結果 如果你做出來 沒有答到老師的結果 你有沒有發現 你就被當掉了 覺得好冤枉 但是那是科學實驗 每個人做出來 應該要一樣 就是標準答案 對不對 各位從小到大就是這樣 這叫做科學 被當掉 你就會覺得說 老師過分 還是你運氣不好 運氣不好 對不對 但是你不會懷疑 那個有問題 所以呢 測緩算不算科學證據 這個就要用同一個問題 為什麼 同樣一個案件 同樣一個對象 然後不同人去鑑定 你有沒有發現 某個時候見證結果不一樣 測緩結果不一樣 行事局 調查局 他們經常會調查案件 然後同一個人去做測緩 結果呢 兩個單位報告不一樣 一個說 一個說 說謊 那你就困繫掉了 所以呢 我要提醒大家 測緩 你一定要給我所了解 如果你不懂 你還配合 你就完蛋 為什麼 測緩呢 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簽同意書 剛剛同學同意了 那我就簽一下同意書 表示你同意接受測緩 那測緩之後會怎麼樣 有一個人講了一句名言 叫做笨蛋才會同意接受測緩 你有沒有覺得很納悶 為什麼有人講這句話 這是高手中的高手 他呢 犯下了這個案子 各位知道嗎 他會搞鬼案 他所講這句話 震盼了很多人 為什麼 我們的高等法院 曾經有一個案 有一個判例 他說 測緩 他是按照一個人在說緩的時候 會有這些反應 用科學的方法 把這個記錄下來 然後來反推 請問一下 說緩會有這些反應 有這些反應 是不是等於說緩 不一定 記住這一點 各位都念科學了 你很快就能理解 為什麼在這個地方 A是B B不一定是等於A 他可能有其他的一些問題 所以呢 最後 那個高院就說 OK 今天如果要承認測完的結果 你要達到五個要件 缺一不可 只要有一個出的問題 就完蛋了 就不能夠單說證據 然後五個呢 第一個 你一定要跟受測員說 你可以拒絕 但是你要同意 就是我剛剛問各位的 你們都可以拒絕喔 但是麻煩你們接受我測完 我好 要的舉手 剛剛有幾位同學舉手 所以我就拿單子給你 同意 你就簽了 這是第一個 那這個就是你致命的一招 為什麼 因為你簽了你就死定了 你想一想 後面這幾樣 測完人員有專業訓練 相當的幾天 測完人員會不會跟你自我介紹 做什麼訓練 做什麼 學過什麼 然後我搬過幾個案件 我的經驗十足 人都有第一次 你相不相信 你的運氣不好 你剛好遇到菜鳥 第一次你就是那個小白鼠 有沒有可能 如果遇到菜鳥 你就是完蛋了 第二個 遺器良好運作正常 什麼叫遺器 各位知道嗎 那電腦秀斗掉 各位都看到了 誰的電腦或手機 從來沒有秀斗 都要舉手一下 大家都有經驗 什麼叫遺器 會壞掉的東西 是不是叫遺器 一定會壞掉 什麼時候壞掉 就是做你那一次的時候壞掉 你會不會覺得自己很好 對不對 身心 是意識狀況正常 我今天說 同學 我懷疑你 過來過來 做策劃 會不會身心正常 你會不會被沒刷 知道我講的意思嗎 你怎麼可能被做策劃的時候 你會身心意識正常 環境良好 沒有怪力干擾 我叫你關在一個房間裡面 你會受到干擾嗎 所以二三四 你覺得可信是怎麼樣 很差 所以我要跟各位講 剛剛我說的東西掉了 你們幾個同學 有人就 因為我就是沒有證據 我需要說 做出來然後有證據 可以送方法對不對 剛剛呢 舉手同意我做策劃的人 不小心說出來 剛好做錯說 你說完 我本來沒有證據 移送你 知道我的意思嗎 那現在有沒有證據了 有 因為害死自己 知道我講的意思嗎 所以法令已經跟各位講了 你告知可以拒絕說策 你還頓頓的要同意 考個派領 知道我的意思嗎 所以你要知道 後面的問題 你就知道你前面 心不需要 要不要同意 所以有太多的問題 這個都是歷史的案件 江國慶浪 江國慶浪當初 江國慶就是同意接受策劃 有四個人 同意接受策劃 然後四個人 江國慶沒過 所以他就陸入死亡的 另外一條路 知道我的意思嗎 所以當初呢 就是因為江國慶跟其他的 待居策劃 結果他沒有過 他就完蛋了 所以這些冤甲 教我們什麼事情 因為你這個沒有過 你就完蛋了 所以呢 有時候你們三課在學什麼 一定要學一些 前人的經驗 不要從到人家裡出色 所以我們看到很多的案件 你去查一下 測管錯的案件 找一些案例出來 討論一下 真的是這樣嗎 錯在哪裡 好在哪裡 所以你會發現 像類似這種案子 測管的時候 然後沒過 真的是那樣嗎 密裝 所以類似的問題也很多 他否認 但是沒有通過 那後來呢 就發現 這個有沒有進行 當然是沒有 所以像這個 這是東海自然的另外一個案件 縱使通過測管也沒有用 所以有時候你做了測管 過跟沒有過 其實到最後都沒有 法官也沒有採認 那你幹嘛去做 所以在江國慶案裡面 其實他看到很多案 江國慶後來被放案的一個問題 就是他發現說 在新產一個學展印 這個學展印不是江國慶的 然後呢 就幫他平放 所以後來呢 我的馬總統就公開認錯 所以各位就陪了一一桌 你知道嗎 那這個案子本來就結束了 因為查到一個叫徐同舟的 結果後來呢 在那個現場 又發現了一個問題 因為江國慶的現場 有很多 留在這邊 找到一個學展印 這個學展印 就是一個冠軍的急症 但是 後來呢 因為他已經被槍斃掉了 所以這個測案 縱使是 不管是真的或假的 你不可能從監獄 你可以把監獄裡面的人救出來 你不可能從 棚木裡面把它挖出來 知道你的意思嗎 所以這個是當初呢 人家一直在說 要不要廢阻事情的一個論點之一 如果你那個證據有問題 他人不會隨便判事情 你要給他機會 但是如果已經證據確鑿了 要來討論 所以後來呢 許隆舟就變成一個大逆狀 為什麼 江國慶被判無罪 就是因為受到許隆舟 他可能涉嫌重擔 然後呢 他在一審被判18年 到了二審 無罪 為什麼無罪呢 有一個很重要就是 當初認為他有罪的一個 木條上面的學子紋 那個學子紋 跑到哪裡去 就是這個木條上面的學子紋 這是學子紋啊 學長你嘛 這個 是不是 不知道 因為剩下照片 那東西呢 正目不見了 就是這個正目不見了 各位損失得很慘淡 除了一億多之外 因為許隆舟 因為找不到這個木條 後來沒有證據證明說 這是學長的 然後呢 他也被判無罪 而且他是冤獄 判賠三百多萬 所以呢 到底 死者 就是那個五歲 女童到底是什麼 尖殺人 兇手到底是誰 到現在還是一個女案 所以呢 我們就要提醒大家 一些證據 他保存的方法 今天的方法 解脫非常的關鍵 也非常的重要 所以 各位如果有機會 去了解一下 什麼叫東海之蘭案 聽過東海之蘭案 舉手一下 這個很有名 跟各位講 如果你 用現在的角度 去看東海之蘭 你會覺得 哇 那個 時空背景不一樣 差很多 因為這次民國8687年 我們BNA呢 在國內 算是民國82年 才開始有BNA實驗室 開始在做BNA 所以早期大家對DNA 其實不太相信 案發的時候 因為呢 有 那個女大學生的 在東海之蘭被親親 所以那一批人叫東海之蘭 那 他其實親親了很多人 有一次 他做案的時候呢 剛好被害人 那女孩子看到朋友回來 所以歹徒就落他而跑 那這兩女孩子晚上去報警 台中的警方很厲害 他依照女孩子的描述 就跑到東海別宿的夜市去抓一個錢 放回來 就是把 信記的 記錄也把他抓回來 那回來之後呢 就 鼓勵一下他就認罪了 然後認罪之後呢 他就帶他去給被害人指認 被害人說 就是他沒有錯 所以有沒有破很漂亮 他說破很漂亮 就把他移送了 他也承認被害人指認 就是他 就移送了 那移送之後呢 因為 在懷疑說 他是不是涉及其他的 東海之蘭彈艦 所以說是台湾的檢體 做DNA遺退 隔了一個月之後呢 檢體結果下來 那個檢察官拆了 為什麼 因為他本來起訴了 結果 檢察注意下來發現不是他 所以那時候 各位去查那時候的社論 社論啊 很多人寫了很多文章說 DNA是什麼垃圾的證據 明明是他 我們DNA還說 不是他 應該是他 所以那時候一起 很大的一個爭論 DNA到底對還是錯 後來才發現說 繼父人在那個時候呢 其實他有很多案子 他有不在場證明 他在北的地方 甚至於 現在有什麼 什麼情形是在北的地方 他有不在場證明 後來呢 才發現 因為他後來被激殃 然後呢 又有東海之男 繼續出現 那東海之男呢 就是因為這個案子 這個案子一直在看見 然後呢 他到了 差不多十年之後 他才被判 才無罪定驗 但是他的無罪 對他來說 因為案子沒託 所以大家認為 還是他 雖然他是被判無罪 但是大家認為是他 到什麼時候才認為不是他 2011年 這個時候呢 他們在辦一個案件 性侵案件 才抓出來 他才是當年的 真正的 也那個 東海之男 就是 才真正 洗 抓了那個 繼父人的案件 所以繼父人 你想一想 他從 民國87年到 2011年 你想一想 他交得到女朋友 所以他那時候到 好像我後來 他後來好像還沒結婚 還怎麼樣 我只是要提醒大家 像這個已經隔了14年才 去醫院得學 主要就是因為DNA鑑定的情節 所以我們國內呢 在去年才有第一件 DNA鑑定的案件 這個案子呢 也很特殊 這個案子 他在09被控性侵案件 那法院呢 就以證據說 不排除 由他的DNA為由 判他四年定義 各位要知道 我們在做鑑定裡面 排除很容易 不排除呢 什麼叫不排除 剛剛B型的同學 也叫做 不排除你的涉案 因為你是B型 知道我講的意思嗎 所以你要 背後要問一個問題 你的不排除 代表你機率有多少 如果我說 保持30不排除 那你就是 三分之一的機會 那你就會認為說 這個不排除還好 如果說 是兩千萬分之一的你 不排除 那你就涉嫌 十分鐘 全台灣才兩千萬 就是你了嘛 那你跑不掉 知道我講的意思嗎 所以這是一個 機率的觀念 但是 當初 他說不排除 沒有跟你講 不排除的 那個機率是多少 那法官 檢察官 也沒有進入這個問題 後來發現呢 他不排除 超過兩千分之一 也就是說 有超過一萬個人 跟他同樣的行列 所以他就要去幫 很過分 但後來呢 浴室他們就 氣也不捨 少來做專家 然後呢 也剛好 他運氣有夠好 因為呢 當年用YST去做的時候 他用的行點不多 現在呢 用新的方法 然後呢 又剛好 用新的方法 能夠把它排除掉 然後才幫他平放 所以呢 這個是因為 因為他運氣有夠好 如果他運氣還不夠好 搞不好 新增加的政績組 還是沒有把它排除掉 他還是繼續逃亡 他那時候 他呢 很特殊 他因為沒有被抓去關 他被判有罪之後 他就到處逃亡 跑到什麼 小琉球啊 跑到 南部去 反正到圓煙稀少的地方 那後來他被判 他無罪定業的時候 可不可以有願意給他 不行 因為呢 他沒有被抓去關 所以呢 這也是 國內一個比較特殊的案子 所以這個是 因為協會成立之後 到現在 我們全台灣 這一件是第一件 所以有時候 我們在想說 美國 澳春民主國家 已經有兩百多件 三百多件 台灣呢 我們只有一件 當然這一件 好還是不好 可以期待 好我們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我會跟各位分享 物證科學很重要 到底哪裡重要 等一下呢 各位下課的時候 把眼鏡揉清楚一點 我們現在是 對證明 各位眼鏡都是壞掉的 兩個休息 五分鐘 三百多件